现在资讯爆炸 每个人每天可以接收到的讯息量都非常的庞大 当中也不乏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的错误资讯与假新闻 长文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为了让学生可以有正确的媒体试读观念 除了规划相关的课程 也会在不同主题的课程当中结合媒体试读的内容 老师在课堂当中也运用实际案例来跟学生分享 希望他们可以更加清楚如何判断错误资讯与假新闻 农产品过剩会有一些被拿去弃制 为什么要弃制 因为要保障这个产品的价格 生产过剩那价格太低嘛 你就产不到工钱 那所以有一些要根除 那可能是某一年的 然后他就被说今年的什么盛产 然后被拿去丢这个就是什么 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不是现在发生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那个下大雨然后淹水 有淹水但是前几年 但是他前几天下大雨 他就把这张照片拿来用 就说现在下雨然后呢 长荣大学附近已经淹水到膝盖了没有 这个就是错误的情境 之前有在LINE上面看到有人在穿那个 就是一些很浮夸的东西 比如说某个品牌他要送出什么 几万双鞋子之类的 然后那个我自己一看就知道那是假的 但是有的人会不知道那是真的还假的 所以就会一直疯狂而转穿 对然后我当下我看到会直接马上跟 马上制止啊就是直接贴那个 就是那个直接查事实的真相给他们看这样子 在课堂当中可以看到 除了大传系的学生以外 也有其他科系的学生选修 因为平常系上的课程 比较少接触到媒体师徒相关的知识 所以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这一堂课上完之后就是原本对一些 我们可能平常在网路上面 或是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一些新闻 就会更有能力去反思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后像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那种 不管像是农场文或者像是一些 看起来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真实的一个新闻 我们也有能力就是我今天上了这样的课之后 我也有能力可以去反思说这件事情 到底是记者在就是造实的写这个文上 还是只是在加油添书而已 这样子 因为课程主要是新闻传播史 所以老师也举例出历史上 跟假新闻有关的故事 让学生可以对假新闻有更深的印象 常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老师也提醒民众 如果看到不确定真假的讯息 记得要先求证 别急着转发 避免成为传播假消息的一份子 台湾新闻郭博弈采访报道